路透社近日披露 美國正在考慮針對中國制定一個一男子制裁方案 以威懾中共當局阻止其武力進犯台灣 歐盟也面臨台北要求其採取同樣行動的外交壓力 消息人士稱 美國的考慮和台北對歐盟的遊說都處於早期階段 不過這樣顯示了台灣和美國對中共當局會武力入侵台灣的擔憂 尤其近期台灣海峽軍事緊張的局勢升級 這種擔憂正在加劇 報導表示 歐美的想法是 在西方已經對中方採取的貿易和投資等方面的限制措施外 進一步實施制裁 但是消息人士並沒有提供美國政府正在考慮的任何細節 報導披露 有多位知情人士稱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在華盛頓早就有人提出了制裁中共的想法 在中共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作出激烈的反應之後 進一步推動了相關的考慮 中方的軍事演習 使台灣的立場也更加強硬 消息人士還說 白宮目前考慮的重點是讓各國達成一致 包括在歐洲和亞洲之間進行協調 並避免激怒中國 而台灣已向歐洲官員提出了相關的請求 但是台灣未要求任何具體的措施 只是要求歐洲計劃在中共發動攻擊的時候 可能採取的行動 並私下警告中方一旦攻台將面臨的後果 對於上述消息 美國、白宮和中共外交部都拒絕作出評論 此前台灣外交部曾表示 台灣方面已經與美國、歐洲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夥伴 討論了中共最近的軍事演習 以及中共對台灣和該地區構成的巨大挑戰 但是無法透露細節